大家好,我是小琪 我面前的这棵君子兰 大家应该都记得 我说的,这是一个大业品种的君子兰 养了好多年了 现在呢,它又开花了 它是年年开花的植物 当时的时候开花 然后花上接了花剑 然后上面长种子了 现在把它给它剪下来 你看,上面带的种子 红红的,是不是非常漂亮呢 君子兰的种子成熟了以后 及时的剪下来 然后给它直接播种就行了 剪的时候底下要保留一杆花杆 不要直接从底下剪掉 到时候如果出现火烂的情况 整个植物就会烂掉 这样剪下来以后呢 种子熟了直接播种 就能够出苗率非常的高 平常养护的话 它现在已经花开的差不多了 马上要结束了 我也没去给它收粉 所以说不打算让它再结种子了 想让它明年的时候都能够开花 肥料一定要选择 对,开完花 马上进入生长叶片的快速季节 也就是旺盛季节 所以说我们肥料是必不可少的 盆土的表面老样子 三个月撒一次缓身肥料 尽可能选择用多元素的 直接扎到盆土的表面就可以了 然后定期的给它浇灌塑效的肥料 塑效的肥料 我建议大家用花刀多10号 花刀多10号是一种高氮的肥料 它的氮含量高 这样一个月给它长到三次 一直在生长季节持续的给它使用 就能够保证出色养分 让它快速长叶片 等到夏季来临的时候 少浇水、少失肥料 甚至不失肥料 它就能够安稳的度过 但是一定要做好真心工作 这就是春季养护的方法 这种大叶的品种是非常好的 而且开花性能强 花也比较大 如果你想养不会养君子兰的话 可以选择这个品种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如果想看更多的养花视频 别忘了给小奇点个赞 点个关注再走 谢谢大家